湛总你好 初次见面 你是初次见我 湛总见过我 难道湛斯娟知道我是她前妻 贺医生 肯定是见男人太多了 不记得我 果然是下意 睡不得人都弄我 好吧 既然湛总跟芝怡认识了 那让湛医生打您的心理医生 我希望我的医生 不是一个徒有外有 花心 但是没能力的人 既然湛总不相信我的实力 那师姐 就找别人给她治疗吧 湛总给的治疗费很高的 你不想赶紧暂停 受给妈妈的死了 湛总 您不想克服心理障碍了 这沛医生可是我老师的关门弟子 她的业务能力是很强的 您的病情 相信由她陪您一起客服 会示范功倍 我可以转到合理性的工作室去 但是 我希望 你再给我治疗一段时间 不要做医生以外的其他事情 免得打扰勤劳 和你师姐的招牌 并且没用 你欠治疗 那么多更大 你不过 你不过